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 清朝末年,很多外国摄影师来到大清国 他们立刻被北京独特的城市和人文风貌吸引 拍摄了大量照片 欣赏这些上色老照片 我们如同穿越了时光隧道 见证了一百多年前真实的北京 正阳门 这座高大的城门就是北京的正阳门 俗称前门 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门 包括建楼和城楼 始建于明正统四年 西元1439年 正阳门前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城门前有很多拉阳车的 这里人流量大 比较好拉到活 拉阳车能养家糊口 正阳门内瓮城 在正阳门城楼与建楼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瓮城 瓮城是古代城市防御设施之一 有的建在城门外 有的建在城门内 瓮城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 正阳门瓮城 南端城弧形墨角 建楼坐落在顶端 瓮城南北长108米 东西宽88米 内有空场 四项军有门 非常壮观 正阳门大街 这条街 就是当时北京的正阳门大街 街道笔直 一眼望不到头 街道两侧都是门店商铺 门前撑着遮阳棚 街道上车水马龙 好不热闹 明 清到民国时期 这里称为正阳门大街 1965年 才正式更名为前门大街 从古至今 正阳门大街 就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商业街 潭浙寺 雪后的北京 到处迎装素果 这里就是位于北京西著名的潭浙寺 寺院规模宏大 坐北朝南 背靠宝珠峰 潭浙寺 始建于西晋敏地建兴四年 西元316年 一开始叫嘉福寺 后改名为秀云寺 而坊间一直称之为潭浙寺 角楼 这座高大的建筑 是北京城的角楼 上面有四层射箭窗口 远处 城墙每隔一段都建有向外突出的台子叫敌台 用以三面防御敌人 角楼和敌台 守城士族可居住在里面 并储存武器 但要以抗击来犯之敌 敌台的修筑 大大加强了城墙的防御功能 运冰块 炎热的夏季 北京城里的一处冰库热闹起来 这是一辆拉冰块的马车 冰块用布包裹装在马车上 然后运往城中各处 北京的冬季很冷 滴水成冰 人们将冰块存储在冰窖内 夏季的时候 等到夏季的时候 再取出来 用来给室内降温 居庸关 这座城门就是著名的居庸关 它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关城 号称天下第一雄关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清朝末年 居庸关关城建筑逐渐被荒废 居庸关前 一队马帮正在临时休息 马背上拖着货物 北京城墙 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的老城墙顶部 上面矗立着几根旗杆 旁边还有一间小房子 城墙朝外的一面 还能看到建有台阶的底台 照片拍摄于1900年 城墙上长满了杂草 十分的荒凉 一名男子坐在城墙上 他应该是这里的看守 钉马掌 一匹高头大马 被五花大绑掉在柱子上 四脚离地 两名师傅正在给他钉马掌 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在过去 马匹是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 马匹的脚趾磨损速度很快 人们给马钉上马掌 就相当于给马穿上了鞋子 起到保护马蹄的作用 让马匹更长距离地负重和行走 天安门 这是清朝末年北京天安门的景象 城楼高耸 就是有点破旧 城楼前的滑表 金水桥清晰可见 天安门 原名城天门 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 西元一千四百一十七年 天安门广场十分平整 地上铺着方砖 一辆马车正沿着主干道通过金水桥 这条路一直通向正阳门 拉阳车 北京的夏季很炎热 一名男子坐在洋车上 手里还撑着一把伞 车夫光着脚 头上戴着一顶遮阳帽 这种交通工具 在当时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 北海公园 这就是北京著名的北海公园 在明清时期是帝王御苑 属于古代的皇家园林 承载着近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是凝聚着历代园林文化艺术之大成的杰作 照片中一座白塔矗立在白塔山上 始建于清顺至八年 西元1651年 塔高36米 是北海公园标志性建筑 花室 这是北京城内一处露天花室 路边摆放着很多品种的花卉 有柏树、松树、兰花等 照片中这位大哥 面前的地上摆放着很多观赏莲藕 很多市民来到花市 欣赏和购买花卉 东丹牌楼 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东丹牌楼前 东丹是北京城里最繁华的地段 商谷云集、百叶兴旺 当时 东丹牌楼匾额为旧日二字 如今东丹牌楼早已不存在 据陈宗藩的著作 《雁兜从考》记载 东丹牌楼拆除于民国15年 西元1926年 简仪 这个奇特的装置 就是位于北京古观象台的青铜简仪 观象台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 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 简仪为元朝天文学家 孤首静于公元1276年创制的一种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 抗日战争前迁往南京 现陈列于南京紫荆山天文台 鸡肥 在北京城墙外 一名农民把收集来的动物粪便晒干 粉碎 制作成农家有机肥料 撒在田间能够增加农作物产量 照片拍摄于1912年 马车 这张照片拍摄于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区 在各国使馆门前都停有很多这样的马车等待载客 这种马车装有棚子 能够遮风挡雨 比坐洋车舒服一些 而且马车跑起来要比人力拉车快很多 大前门 北京正阳门始建于明朝永乐17年 西元1419年元明立正门 因其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俗称前门大前门 正阳门旺城内原来有两座庙 西侧为官地庙 东侧为官阴庙 城门前车水马龙 好不热闹 吃饭 晚清时期 两名富商正在饭中吃饭 身边有五名女艺人为他们表演助兴 出了弹唱样样精彩 引得两名富商乐开了怀 不断叫好 豆芽 北京街头早市上 一辆马车停在路边 马车上摆放着几只木桶 桶里面装的是鲜嫩的豆芽菜 菜饭很辛苦 要赶早把豆芽装好运到集市上 才能卖上好价钱 安定门 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安定门 城楼高耸 巍峨壮观 城门两侧是一些民房和商铺 安定门 元朝时称安真门 每次出征 战士们得胜凯旋 必须要走这道门 建国后 安定门城楼被拆除 后建成了安定门立交桥 国子剑琉璃牌坊 这座精美的牌坊就是国子剑琉璃牌坊 正反面横额均为皇帝玉蹄 是全国唯一一座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 是古代重文种椒的象征 一名成年男子站在牌坊前 对比之下 足见这座牌坊有多么高大壮观了 英国使馆 这是当时北京城的一条运河 和两岸是民房 一眼望不到边 因为是冬季 河水已经结了冰 远处 在运河的左岸 有一座欧式建筑 那就是当时的英国使馆 照片拍摄于1892年 景山 这是位于北京著名的景点景山 该山用土堆积而成 在过去是北京的制高点 明清时期皇家御苑 照片中四座山头各建有一座亭子 皆树于 清朝末年的北京 钟灵玉秀 古色古香 每一座城门 每一条街道 都有它各自的故事 透过这些老照片 我们感受到了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如今的北京 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 令世界瞩目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